你好,我们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我们现在开始为您做教学展示 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Enzykinetic一个范例,那主要就是一个 Single Subject的一个范例,去求KM跟VMAX 然后用Microlyce Make a Kinetic这个范例,那我们这个先看一下,这个有一个原始的Paper 那这个Paper就是从这里来,我就用这个范例来做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主要它的资料,我们先用这一个 那这个Subject它就是从0.138,然后Valacity在0.148这边,然后到0.460这里 我们等一下就用这个范例,然后求出什么呢 求他要找出了这个Equation,那这个有一个Equation Mainting这个Bit这个数据,那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 这一个PowerPoint来 那首先呢,操作的步骤 那就先开启这个Chicoma Pro 那刚才都变空白,那没关系 你开启之后,这边有一个Enzykinetic,这边 会有一个选项,按这一个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这边就会出现这一个 精灵 那请注意一下,你必须参数按照我这个画面做的 不一定是这样,那因为我们这个范例 的参数是这样摆的 那么Number of Subject,因为只有一个 那我们就放一个 所以我们是Type of Study,就Single Subject 然后Maximum number of Velocity Replicate 我们只有一个,那有一些是多重复,那我们现在没有重复,那你就是选一而已 那再过来,资料怎么用 就是从Menu Data 这边把它放进来 然后这边 Independent,这边他已经都帮你弄好了,你可以不必修改 这边都不必修改 那 以后如果你有特别情况我们再修改,这个论文他是不必修改 那这资料呢 那请你把这资料 我习惯啦 都是把它放到 这个 Excel 里面,然后把这个框起来 复制上去 就是 复制在里面数字 文字不要复制 从0.38这样把它框起来 然后这样把它 这边把它复制这样 OK 然后复制就直接贴到这里面来 这个精灵这里面来 然后我们再过来就按Finish 然后你选的,那以这个论文 它只要Micreless Maintain 这一个 那你要画的图形 你就全部把它画也都没关系 因为画图形跟计算也没关系 要是有其他的计算那再说了 那以这个论文 需要这样的,按Next 那他就问你还要做哪一些排序 什么Data Table 你要不要全部跑出来 那你要你就把它打勾 OK 那跑出来的这些数据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 KM 是0.597 0.597 算出来这边就一个 0. KM 0.597 这是0.5966 差不多 这样就算出来了 那图也帮人画出来 然后这个也帮人画出来 OK 好,那我们等一下 实际上 就操作给大家 看一下 怎么去操作 OK 好,我们新加坡要开启 好 那在Toolbox 按下去 然后注意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Ni Canada 再按下去 他就会出现 然后出现了这个 那你Number of Structure 这边可以让你好 有好几个可以选 那有 目前只有一个嘛 然后就Single的 这边有很多可以选的 Tinset 那就是 这个论文就是这个 然后Maximum 我们没有重复的就只有一个 那我们这边是选手动 那另外他有Sample Data Sample Data的目的是主要说 让你 如果你不会用 用这个Sample Data去选 那 当然 你主要的研究还是用你的 这个Maining的 手动去输入 你按Next 然后这边已经都帮你 这个数据先把你建好 如果不对你再把它改 那目前我们不需要 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为打问号这个原因是 中文的关系 看下一版 你不能改变 不要这个问题 然后按Next 这数据怎么来 我们刚才不是 有这个吗 我们把这个框起来 在XL这边框起来 按右键复制 0.138这边 然后 这边按下去 按Paste 这样就进来 就不必打 你要打 也可以 我们都 反正都可以跑 按Finish 这时候他就整个巨集 他就开始跑了 OK 然后你开始去选 选哪一些 因为这 开始把你这个 资料开始摆放 那我们是选 Microleth 这一个 那因为这有很多种 可以选的 那我们这边你现在画的图 全勾嘛 全勾 再按Next 那这边 Equestion Core 就跑过来这里 如果你其他人在按 他就会换了 OK 那拍谁 就是Microleth 这一个 然后 按Next 然后这边有一个Data Table 你要不要 全部跑出来 那 Rank by 什么 这都没关系 这都有 然后我们就把它按Finish 那这个算的过程就一直在跑 那大概是20秒钟就OK了 他是有点复杂 不过 已经都是全部程式在跑 好 那跑出来的 他的这个报表就在这里 所以他VMAX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大家可以看得到 VMAX 这边就算出来了 那标准我也帮你算出来 现在区间都有 OK 那这个报表就出现 KM 也出现 AIC R² 0.99 Simon² 这个也出现 这边都有出现 OK 那我们这边看一下 这个图形 Microleth Maintain 这个也出现 然后这个 刚刚我们在 这个PowerPoint 上 这个也出现 那他有一些其他的图 都会出现在这里面 好 那 这一个 最简单的这个范例的操作方式呢 就是这样 那 如果需要 可以 因为他有三个Case 那我们做一个而已 谢谢大家的观赏 谢谢 全杰科技 谢谢您 再见